云南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深处 曼旦村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歹足村落 这里距离西双版纳最繁华的景洪市 有着近三个小时的车程 织布 捕鱼 割胶 村民们保留着古朴的农耕生活方式 而富有民族韵味的吊脚楼 和充满力量感的橡脚鼓舞 是带族人在热带雨林环境中 所生息繁衍出的文化符号 哎 兄弟你去干嘛 不是往前吗 向脚鼓舞的名称 来自演员肩上背着的这只 形状类似向脚的木质鼓 今年23岁的岩坎冯已经学了七年 吊脚楼前的这块空地 是他师傅专门预留的练习所 这是整个村子占地面积最大的一座吊脚楼 楼里的空间一半是严坎冯师傅的家 另一半是橡脚鼓的小型展示馆 对于带族人来说 吊脚楼是最适合热带雨林自然环境的民居形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